夜北风寒 万里同云后 长空雪乱飘 改进山河郑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大话流罗锅 咱们的故事呢是书写上文 主人公是谁呢 就三位 刘庸 乾隆 和珅 乾隆皇帝信宠这两位大臣 以为左右之首 皇上从本心来说 有点偏心眼儿 偏向着和珅 可这和珅呢 不给他露脸 就说这天 在金鸾殿上 乾隆皇帝瞧瞧和珅 又看了看刘庸 心说呀 这刘庸啊 总让和珅吃亏 今天不行 我得往回找一找 我说 何爱卿啊 万亏 朕想问问你 你身为九门堤度 你对京中的事物熟悉吗 哈哈 万亏 哈哈 您算问着了 为臣我身为九门堤度 掌管京都要地 我当然都得知道了 哦 哈哈 哈哈 好极了 那姑王想问你点事儿 你看你能搭上来吗 万亏 您 但问无方 哎 这儿 有点像我这个宠臣的样子 你得处处给我露脸啊 我把你捧得忽悠忽悠的 你把我摔得啪叉啪叉的 啊 今天呢 露脸的日子到了 又斜远了 又斜远的瞧起刘庸 心说 嘿 你看不上我们辣头啊 嘿 我瞧着辣头 哪都好 嗯 我说 何爱卿啊 真问问问你 在咱们北京城 这几个城门来说 每天呢 他出多少人 他进多少人 你知道吗 呃 万岁 这个 我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 你说吧 他这个 我 我 我现在不能说 哈 我得呀 明儿个 再告诉您 这是为什么呀 嘿 皇上 我 我得呀 站在城门口这儿 弄一算盘 哈 再弄一本 进了一个人呢 我剥了一个算盘株 哈 进了一个人呢 我剥了一个算盘株 哈 赶紧到晚上关了城门 我叫几个人呢 我们一块再算 多少人 然后我来 告诉你 皇上一听 哎呦 啊 哪是露脸呢 这不缺心眼吗 这不是 刘爱卿 陈在 呃 你知道不知道 咱们这城门 每天出多少人 进多少人呢 万岁 陈 我知道 哦 你知道 你说 每天出多少人 进多少人呢 万岁 每天出进 就是俩人 啊 啊 出进就俩人啊 那么大的北京城就没人了 万岁 出进这俩人有名字 啊 啊 乃是 啊 乃是 名利二人 您想啊 出来进去的 不是求名 就是求利 皇上一听 啊 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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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个 倒是有道理 啊 有道理 呃 赫山 我问点事 啊 大清国 嗯 这每天死多少人 生多少人 你说我听说 哎 哎 这个 哇塞 我 我 我这会儿不能告诉您 哈哈 您说这个 每天死多少人 生多少人啊 我 我得年底告诉您 怎么呢 我弄一本 我弄一算盘 我满处让他们啊 给我寄去 从乡里开始 周城 浮现 啊 啊 呃 记得年底下 死多少人 活多少人 完事回来 我算好了 我再给您 您看 这对吗 哈哈哈哈哈哈 玩得多啊 玩得真手气 这越给脸呢 就不要脸 啊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同志满朝文武 不对啊 这 这是 笨蛋啊 太不像话了 这个 哼 楼庸 哦 陈在 你知道吗 生多是人 死多人 哦 万岁 为臣 我知道 啊 你说 说臣听听 嗯 大清国呀 每天生一个人 死十二个人 啊 啊 还听得 完了 这有十天半个月就亡国了 啊 生的这个顶不上死的 哦 生才生一个死 死十二个 这 你说这 这 这 这不对啊 这个 啊 你 你给朕解释解释 啊 朕要明白明白 万岁 您得这么想 啊 咱们国家呀 用天干地支来计算年 啊 一共呢 是 则丑尹某 臣死五位 身有虚害 一共是十二个 凡事呢 还找出十二个动物来 跟他相配 这十二个动物 还没说完呢 和声站起来 万岁 去 这十二个动物 我知道 啊 我知道 皇上高兴 哎 谁说我们辣头傻呀 这有知道的 啊 这还没说完了 还能抢嘴 太好了 皇上高兴 冲着和声一挥手 恭喜你 你都学会了抢他了 你啊 啊 来来来 往前来 给大伙说说 这十二个属性 啊 十二个动物 都是什么 是 哼 和声往这一站高兴 啊 满脸放光 怎么呢 露脸的日子到了 嗯 万岁 你听我说 子鼠 刚说一子鼠 皇上一拍八整 哎 哈位 大队啦 好 接着说 是 万岁 子鼠 丑猫 哎呀 哈哈哈哈 皇上踏着 没俩龙说要不掉了 胡说八道 哪有丑猫一说 不对 子鼠 丑牛 哈哈 是 那个 鹰虎 毛猫 还有毛猫去啊 银虎猫兔 哦 是 陈龙似猫 不似猫 陈龙似蛇 吾马 喂猫 喂猫 喂猫干嘛呀 哪这么些小鱼啊 吾马喂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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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猫有猫 没有猫 身猫有机 哦 虚狗害猫 猫 猫着你了啊 哈哈哈哈 皇上气坏了 哈 要不从这外人早蹦起来 给他一嘴巴来了 混蛋呢这是 啊 胡说八道啊 刘爱卿 啊 啊 你 你说说吧 皇上他问了 你说 大清国 这个 呃 死这么些个 生这么些个 怎么回事 你解释解释 万岁 每天死的人啊 属什么的都有啊 子鼠 丑牛 沉死 无外者 些个 各种动物啊 这个属性 每天死的人 都有 但是 生的人 咱们一年就一个属性 啊 无论哪天 只要是这一年之内生的 他就是一个属性 可不是 生一个人 死十二个吗 皇上一听 哼 太对了 啊 扭回头来 拿手一指 合身 合身 实在可恶 犀利糊涂 拔个牙龙 啊 没这句啊 日本皇上啊 就说这意思 皇上反正挺着急 挺生气 啊 指着合身骂 骂痛回了 扭回来接着来 合身呢 正问你个问题 诺才不知道 我还没问呢 没问呢 你就不知道 是我知道 我肯定不知道 我先说完了 我等着你 多可气 皇上气得半天没说出话了 留用 给他出道题 啊 让他搭 啊 搭上来 寡人有赏 哎 好 哎 我说 刘的人 您出题吧 好 何德人 咱们这题啊 也简单 啊 这个 就是猜一个字 哎呀 一个字算是没问题 你说吧 好 何德人 您听着 嗯 说 八字隐蔽墙 脑袋往上创 您猜 这是什么字 合身一听 八字隐蔽墙 啊 就是一念墙 拿脑袋往上创 哎 这就是念墙 哎 我说 刘的人 我猜出来了 哦 猜出来了 哦 猜出来了 八字隐蔽墙 脑袋往上创 这念什么呀 念 咚 玩一听啊 差点没蹦起来 念 咚 它不念 哗啦呀 啊 哎 我这对不对呀 刘庸一摆手 不对 你这 胡说八道 啊 八字隐蔽墙 脑袋往上创 这字啊 念 疼 念 疼 疼 我问你 这有墙 拿您的脑袋往上创 疼不疼啊 疼 不过你这也太简单了 啊 这么简单你都没猜出来啊 我再来一个男的 你敢吗 您说 你来男的 我准能猜出来 听着 嗯 八字隐蔽墙 脑袋往上创 哎 这我知道 呵呵 这念疼 错了 这念晕 怎么念晕呢 你都创两回了 你还不创晕了吗 哎呦 您这两头堵啊 啊 怎么样 你还敢猜吗 哎 你还敢说吗 你说我又敢猜你的 好 听着 八字隐蔽墙 脑袋往上创 哎 疼 晕 错了 傻 怎么又念傻了 你都创两回了 你还创这 你不傻吗 呵呵 哎 我说刘罗国 哈 你这可是坑我呀 坑你 坑你 你还上当啊 嘿 我说 我说你还敢说吗 你还敢猜吗 嘿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哎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听着 八字隐蔽墙 脑袋往上创 哎 疼 晕 啥 一概不对 怎么呢 死 啊 怎么死了 你都创三回了 这回呀 会得创死你不可 呵呵呵 满朝文武说 哄堂大叫啊 乾隆皇上也乐了 啊 一边乐啊 一边也是很无奈 哎 合身呢 合身呢 哎 不愧你是打气死风灯出来的 你还是个辣头 啊 这么简单的事你没搭上来 今天我本来想让你露露脸的 没想到你呀 哎 摔了个啪叉啪叉的 可不管怎么说 我也得让你呀 把这面子圆回来 哎 我说 合身呢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呀 不急于回答 回府之后 好好的琢磨琢磨 明日早朝的时候 你务必要搭上来 说着话 提起来 在纸条上 写了这么几句话 命小太监递给了合身 回府看去吧 啊 当下散了岛朝 文武群臣各自回府 合身回到自己的家 一瞧这条写着 什么高 什么低 什么东 什么西 什么薄 什么厚 什么肥 什么瘦 写了这么几句话 自个儿坐在屋里琢磨这个 什么高呢 房子高 可房子 上面还有楼呢 楼高 不对 这楼上面还有塔呢 塔上面还有棋杆呢 这不对 这到底是什么呀 坐在屋里边是胡思乱想 管家喝血在旁边瞧见了 大人 您呐 别费这劲了 怎么呢 我有一个房 不知道啊 您愿意不愿意 嗯 什么办法 您呐 找刘罗锅子 他聪明啊 您问问他去 我问他 我们俩人不对付 他能告诉我吗 您怎么聪明一世 胡说一时 您去 您不能这样去 多多少少啊 您给他买点东西 有这么句话说的好 啊 举拳难打 笑脸人 而且 官不打送礼的 他跟你有什么仇 是不是啊 买点东西 您上家瞧瞧他去 拿面子一居 没问题 问什么 他说什么 啊 这是个好办法 不过 我给他买什么呢 哎 我跟您说 大人 我啊 听张诚刘安说过 这位刘的人呢 不好别的 就这么几样 第一啊 他好喝点啊 白肝酒 啊 第二呢 好吃啊 烧羊肉 第三 好抽点关东烟 您把这三样拌齐了 送到他那去 他准高兴 啊 好办 你看 赶紧去 咱咱家有那个 粮香买回来 那个老白肝吗 有 还好借个呢 好 准备好了 还是你去趟前门 上月圣斋 啊 买点烧羊肉 到这个大师那天会斋啊 买点这个好的 关东烟 啊 要这么十几板 快 半千儿的功夫 东西全能来了 嗯 何喜啊 中堂 带着东西 跟着我走 咱们刘福拜客 说得挺好 哈 俩人出来 做了笑 来到刘庸的家 来到门口的张诚刘安瞧去了 哎 这不是 大管家何喜 何总管吗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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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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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进来吧 说了声请进来 这位和珅带着东西 带着和喜进来了 哎 哈哈哈哈 刘先生 哦 和中汤来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有人给翻过五顿来 俩人往这一坐 今天您怎么这么闲着呀 啊 有时间上我这来穿门来 啊 来来来快坐 我这儿 丧不和和啊 这是 挣芒芒菜 来来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哎 没事没事 哈哈哈哈 来来来 我这给您带点小礼物来 总没工夫来 今儿呢 咱哥俩好好的聊一聊啊 来您尝尝这个 把这酒打开了 倒了一杯 刘勇端起来 哎呀 哼 正经良香老白干 味还真不错 啊 又把这烧羊肉 切了一盘子 这是北京的传统名吃 好羊肉 煮出来之后 又拿香油炸了 啊 吃的时候切成片 蘸着羊肉汤吃 特别好吃 肥瘦都有 加了一块的 哥在嘴里 哎呀 是真地道 又把这关东烟 搓了搓 卷好了 抽了这迷带 挺好 连喝了几大杯酒 刘勇就觉着脑袋 有点晕晕乎乎 挺舒服 哎呀 我说 我说何的人呢 今天您过府来是必有要事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呃 有话 您说吧 哎呦 我跟刘的人 我跟您说 今天来我是求您来了 求我 什么事 哎呃 皇上就给我那张纸啊 写几道题 什么高 什么低 呃 什么东 什么西 什么薄 什么厚 哈 什么肥 什么瘦 这我这搭不上来 我这求您来了 哦 你问这个 哎 真是太简单了 哎呦 我这求您交给我 啊 您告诉我怎么回事 嗯 你记住了 呃 头一句是什么 呃 头一句是 呃 什么 高 嗯 瞧 黄瓜刀啊 黄瓜在下上 黄瓜膏 哦 什么低 茄子低啊 什么东 东过东啊 什么西 哪 西过西啊 哦 什么薄呢 什么薄 耍钱薄 耍钱能耍薄了 什么厚 喝酒厚啊 喝酒能喝厚了 哦 什么肥呢 什么 一低头瞧见这烧羊肉了 哎 这羊尾巴油肥啊 什么瘦啊 哎 羊腱子瘦啊 喝声一听了 哎 这太好了 这几道题 我搭会了 明儿一上朝皇上 他准得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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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